全民逃金 意外逃出 远古宝贝 考古发挤 经验入人生状怒 他们请出来骂驼 这两个效果 惨无人道的人生风作 为何会存在 解密大人道 马上为你解密 人信冤魂 赵老仪送登台 一去二不来 这个是在湖北省云苑流传得好广的一句蜴蜂语 他说古代有一个 叫赵老仪的小蚊子 家里穷得穷 父母要抽大他 觉得很辛苦 很吃力 无奈之下 唯有把他卖给当地的贵族家 做奴隸 有一天 贵族老爷过了新路 这个家族就开始商量了 要用赵老仪 去帮主人进行信助 但是又不想他知道 自己那头近 所以就骗着他 说要他送一盏灯台 到墓地里面 赵老仪当然不知道其中的阴谋 于是拿着灯台 就到墓地里面 当见到墓室已经修缺完毕 主人的棺材也放在里面 墙壁上还有主人喜欢的壁画 那一瞬间 他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又又疑而不肯走进去 这个时候 一对手突然从他背后 猛地把他抹进了墓地 而从此 他再也走不回 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今期的解密大行动 活人殉葬是我的古代最残酷的桑葬习族 那时候那些地位低下的奴隶 奴婢 会被很残忍地杀死或者生屋 作为陪伴主人的亡魂 这种令人发指的藏族 是奴隶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而在商代就去到顶峰了 当时无论是君主帝王 甚至乎是贵族老爷 他都很迷信 迷信死了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而为了在那个世界里面 他们依然可以享有 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 他们就要将在人世间的一切 全部带过去 包括了他们的下人 都要一起买入棺材 这种这么落后的殉人壮族 在春秋的中晚期 依然很环顾地存在在某些偏远的地区 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湖北省云苑西部地区 群山碟翠 汉江崩流 在距离远城 大概三个小时车程的五峰乡 萧家河 桥家远村 汉江围绕着这个村庄 转了一个很大的湾 然后继续地流向远方 开港也有话了 靠山就吃山 靠水就吃水 依水移居的村民 西西代代 都在汉江必须生活 我们的村 从解放前一日到解放后 在都是拖劫 人们一切都可以玩 一天呢 尤其五天三分钟 喝得蛮不浪漫的 首次第一天挣三分钟都不错 随着图金队伍的继续扩大 图金点也逐步从沙滩 一直拉长去到了村庄后面的山丘之上 人们冻土挖沙 再从山里逃出一些金黄色的黄金 大概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图金人刨开山地 竟然在桥家苑山梁上面 发现了很多青铜器 但是当时的人 只是找黄金而已 对于挖出来的青铜器 眼尾都不稍微 甚至有些人 勒手就把它戳回家 当作是一件玩具 再不是有些 就被人当是烂铜烂铁 卖给收买佬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叫瘟糊 在那边看过才是瘟糊 就是灭灯 那里的青铜器就灭了 吹死了, 拿一拿去灭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桥家苑村民平整土地 又清理出了几十件的青铜器 不断出土的青铜器 引起了效果工作者的重视 当你村民有些是强违家里 有些是把它当肥团卖掉了 第二次我们普查的时候 市馆和云县博物馆到这个地方来普查的时候 发现村民手中有一批团器 后来经过公安部门和县文物局的配合 全部已经收起来 通过对修缴回来的青铜器 上面冥文的解读 文物工作者认定 桥家苑这儿应该是有一个大型的武装群 而且是属于年代九远的春秋时期武装 时间到2006年的3月份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了桥家苑考古工作队 对这里的武装群展开抢救性的挖掘和整理 从当时清理的图片上来看 1号、2号、3号等武装拖坏得很明显 道墓的情况比较严重 因此 当时住宅在桥家苑考古工作队 实际上是从4号墓才开始发掘整理 当时工作人员很小心很小心地 把墓葬当中的泥土清理之后 大家马上发现 墓坑当中的棺木已经腐朽了 考古人员更小心地向下发掘 接下来发掘出来的两件珍宝 令他们惊喜交加 一件是一支铜击 上面刻有名文 另外一件是一把玉剑 由玉石、铁器和木头连接而成 全墙有37厘米 上面有雕工精细的花纹 这一把距离现在 至少有2500年的玉剑 被命名为玉柄铁剑 那么这件玉饼铁剑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 其实它的剑的长度并不是很长 整个通常只有37公分 所以这把剑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礼器 也就是代表墓主人高贵的身份 和它尊贵的地位 那么我们通过这把玉饼铁剑 可以发现它是由两个物质来组成 首先的物质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玉 那么这个玉呢 也是非常珍贵 都是和田玉 是中国四大宝玉之一 那么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发黄的物质呢 就是铁的部分了 因为年代久远呢 这个铁器呢 已经服饰掉了 已经秀吉斑斑了 这把玉饼铁剑呢 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楚国第一玉剑 那么它最大的特征就是 把玉的温润和铁的锋利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几乎就在国宝出土的同时 全部的考古人员 滴到对眼睛大一大 观角当中露出了两具尸骨 慕主人的腰上面 配着一把铜剑 身上呢 还有很多的玉器 只是空前珍贵的玉器 走成两排那么多 尸骨的下面 有防腐用的红色珠砂 在慕主人的身旁边 还分转另外一具骨甲 他呢 手上拿着一件铜锅 没有任何的陪葬品 下面也没有珠砂 很显然 后面这具尸体 是护卫前面那具尸体的信仁 乔家远村民在图金的时候 意外逃出了大量的贵重青铜器 而考古工作者在尋堡的过程当中 又无意之中发现了巨大的武装菌 继而发觉了更多珍贵的文物 其中最重大的发现 应属殉人墓 因为在这个之前 京楚大地从来没有发现过 有人殉墓葬 那时学者曾经一度认为 地处南方的楚地 可能是没有活人殉葬的这种风俗的 另外根据此前的判断 乔家远墓葬群是属于春秋时期的 而在春秋时期 人殉很少见的 那为什么在乔家远这个地方 还会出现人殉墓葬呢 还有 殉人墓的主人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活人 为自己陪葬呢 现场的清理发掘显示 四号墓中出现的殉人 骨架保存得非常完好 其清晰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 由于之前大家普遍都认为 春秋时期的楚墓 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殉人的现象 当四号墓中 示威举着长矛 为主人殉葬的真实一幕出现之后 多年从事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 太庞大了 有七十五万平方米 墓葬有五十五座 考古工作队 为此 请了当地的很多群众 帮忙清理泥土 当地村民在这个之前 从来没有听说过 什么活人殉葬的事情 直到亲眼见到 四号墓中人殉的情形之后 他们个个都觉得这件事很恐怖 简直就是不寒而落 以至到现在 有些村民 仍然对当时发掘的情景 记忆有新的 过来他们牵出来的老鸵 老鸵人 配上了一个小伙子 拖草这边 这是牧场的新作 像将军过那个将军山 将军来一个大营营 然后再来一遍 没了 继四号墓出现了 残酷的活人殉葬墓之后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进行 考古人员 在三号 五号 六号等等的墓当中 都相计发现了殉葬的人 而通过观察 殉葬人 尸骨在墓葬当中的摆放 整齐有序 尊卑有别 可见殉葬的人 没有经历一个抗争的过程 很显然 他们是被 墓主人的家族成员提前杀死的 之后 才移放在主人的身边 又或者在脚下面 为了更进一步搞清楚殉葬人的身份 考古队曾经请专家为殉葬人 进行骨葬人 而对这些殉葬人 之前是他们的敌务敌响 从2006年一直到2009年 住宅在乔家院的考古工作队 前前后后用了三年的时间 先将所有的墓葬发掘整理完毕 一共清理出墓葬55座 春秋时期的墓葬9座 四座墓葬里面就有信人的现象 另外还有一座东周时期的墓葬 也有活人为主人陪座 孙仁墓的主人都是什么人 他们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年轻的生命 为自己陪葬呢 我认为他是对皇前的追踪 他是想把他生前拥有的东西 事后然后继续带过去 从这些孙仁墓当中 还出套了大量宝贵而奢华的生活用品 或者是礼器 除了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 玉柄铁剑之外 还有着很多很贵重的青铜器 在古代 一般只有皇室贵族家庭 才有资格和财力去使用青铜器 桥家园孙仁墓的主人究竟是谁 专家学者对此有很多的猜想 但到现在并没有定论 不过信仁墓主人的身份 来自等级高贵的奢华家族 是可以肯定的了 他们将自己生前使用过的 和喜爱的器物 一起葬在墓地当中 一起陪葬的 还有那些活生生的年轻的生命 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 就是视死如生门 就是认为死了以后 在另外一个世界还要过日子 所以把这个世界里面 所享受的东西 带到那一个世界里面去 所以他要赔上一些东西 包括人 考古发掘的表明 乔家苑是一处很罕见的 春秋楚国殉仁墓装群 虽然现在 务主人的身份上 未搞得清楚明白 但是他们肯定 都是一帮身份很高贵的 奢华贵族之家 他们很残忍地杀死了 很多很年轻的生命 生生不息的汉江 或者曾经聆听过年轻亡云 对于生命的那一份渴望 去到现在 我们回头看回历史 就偏偏发觉 这种对生命漠视的丑陋丧族 在乔家苑 殉仁墓出现之前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就已经作为一种 礼制的规范存在着 而在乔家苑 殉仁墓出现的很久之后 同样都在不断上演 下一节回来 我们将继续带你了解历史上的一些 关于活人殉葬的例子 广告之后再见 人殉杂族 废而不止 禁而不诀 臭陋残忍 何时退出历史舞台 终结的原因 我想主要还是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太残忍了 解密大行动 即将为你解密 广告回来 继续解密大行动 刚才我们说到 湖北省 云苑西部山区的桥家远村 有一个面积 达到75万平方米的古墓群 考古人员在其中 九座高规格的春秋墓当中 第一次发现了 京楚之地活人殉葬墓 人殉葬墓主人的身份 现在尚未解得清楚 但是有件事可以肯定 他们都是来自等级 很高贵的奢华家族 其实看回 活人殉葬这种 这么丑陋的习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是作为一种 离制的规范来存在的 举个例子 大家很熟悉的 朱元璋 朱元璋 明朝开国皇帝 小时候是个放牛蛙 后来做过乞丐 在加入了原末造反大军之后 神经百战 并且开创了大明皇朝 朱元璋转奇的一生 令到很多人进出乐道 不过他在死之前 曾经下过一道这样的命令 指定了四十六名的妃子 以及十二名的宫女 为他殉葬 这个举动也令到朱元璋 成为大家救病的对象 朱元璋他一把他的妃子 又蛮多人都殉葬了 您分析是什么原因 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这个 誓死如生的这个观念 又抬头 第二个原因就是 跟他的这个出生有关 他因为是出生 他是非常平复 放牛蛙出生 所以他当了皇帝 一招全载手 他要享受古代敌王的一些 所有享受东西 他可能都要享受一下 所以他把一个火人殉葬的这个 这个观念 他又是死如生的观念 通过他又把他提起来 殉葬是一种很古老的习俗 早在原始社会 人就习惯于 将随身使用的工具 武器 以及生前所喜爱的日用品 和死者埋葬在一起 一路去到奴隶社会 奴隶作为一种会说话的工具 也都会被杀死 或者是活埋 用来殉葬 要他们在阴间 继续为主人效力 活人殉葬 在双周时期 变得盛行起身 而且规模很大 手段也都很残忍 比如说安阳的好家庄 那个时候的群人 他都是以这个 魔族人的身份 智慧越高 身份越高 群长的人越多 实际上 就是说 在三代的时候 他把他拿入利子规范 那一位 风火器诸侯 研建了自己江山的周幽王 他的墓当中 就有一百多具尸体 其中 只有一具是男性 其他的全部都是女性 这些女人 都是重死殉葬的妃子 和宫女 春秋之后 人殉的做法 已经很少见了 基本上 改用木制 或者是黎制的人形偶像 来殉葬 这种风术 因为太残忍了 山灭了之后 到了春秋 就逐渐逐渐 消失了 但是我们作为 这个桥家园的魔地的话 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 太偏僻了 就是一直到春秋中晚期 是保持着这种残忍的风筝 公元前三八四年 残酷的人殉葬族 在战国时的秦国 被正式下令废子 不过仁殉是废而不止 禁而不绝 秦子王嬴政死了之后 秦二世胡亥 就曾经落了一道命令 公里面没有生育过的公女 全部拉去殉葬 再加上建造灵木的公将 殉葬者是数以万计 随着大家的反抗和社会的进步 至汉武帝到元朝 这种残酷的制度 基本上废子 但是去到明朝 朱元璋又将这种野蛮的做法 重新回复起身 并且作为一种制度 在明朝中沿用 一直去到明英中朱其真 他被公认是明朝最没有建树的皇帝 不过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就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从他开始废除人殉制度 一直到清皇朝 慘无人道的活人殉葬 又再一次死灰復燃 清泰草老儿虎尺 清泰宗皇太极 清世祖福林 都有妃子和公女殉葬 去到了清康熙帝落召 明令禁止奴博除主人殉葬 帝王死后殉葬祭 才真正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终结的原因 我想主要的还是因为太残忍了 你想把活人要不活活地埋进去 要不杀死了之后 培上 这一点就是体现了 古代的当权者 对生命不尊重 活人殉葬 深深地揭露了中国封建史最愚昧 最丑陋的一页 在这一页当中 沾满了无数窥子手杀人的鲜血 捨满了无数提前结束生命的冤魂 其实不单止在中国 在古印度也曾经出现过统治阶级 要奴隶为自己殉葬的事情 所限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是不断秉气和创新的过程 从奴隶社会 一直到封建社会 历史的车轮滚滚走过数千年 人殉这种最血腥 最暴力 最惨无人道的风俗 最终遭到大家的妥气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看回这段历史 我们或许应该更加珍惜 我们今时今日所拥有的高度文明 好, 谢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拜拜